俗话说 得好相邻 胜过亲 崇尚良好的邻里关系 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 牧邻作为一种好风尚 成为人们修身齐家的重要追求 但随着社会快速发展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发生了巨大变化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邻里关系却越来越淡 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邻里关系 如何能够好 如何才能做到邻里间互量互助 团结合作呢 系列节目 民法典的家风家教官 西南政法大学张力教授 即将为您讲述 邻里和睦 守望相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 法律讲堂 提到邻里关系 人们最容易想到的一句俗话 叫远水不救静火 远清不如静灵 这体现了人们对邻里之间 守望相助的期待与信赖 然而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空间范围不断拓展 与外部的沟通交往 与外部的沟通交往越来越丰富 邻居似乎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视野 似乎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么邻里关系真的变得不再重要了吗 在一家有难的情况下 道德和法律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则案例 家住幸福小区的李奶奶 妻时有二 老伴和两个儿子都先后去世了 碍于脑欲血后遗症 生活已难以自理 好在两个儿媳对她都照顾有加 大儿媳还自愿承担了李奶奶的 议定监护人职责 专门请了护工长期上门服务 但由于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儿媳护工一时无法上门照顾 得知这一情况 老人的邻居洪梅 第一时间承担起了照顾老人的职责 他每天一大早就给李奶奶做饭 送饭陪李奶奶拉家常 还时常帮李奶奶洗澡 左邻右舍 不时也会去老人家里 帮忙烧烧水 收发快递信件 什么的 当地媒体还以好邻居 盛似亲闺女 这样的标题 报道了这个事 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导致李奶奶的家人和护工 无法上门提供生活照料 对于独居老人和牵挂他的家人来说 这可能是最无助 最不知所措的时刻 在此紧要关头 邻居洪梅 当人不让地负担起李奶奶临时生活照料的责任 左邻右舍也都主动伸出援手 让我们看到了邻里间的温情互助 真可谓邻居好赛金宝的现代版助脚 现实生活中 每家每户都可能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关头 此时邻居不仅重要 更是纾困解难的不二之选 从古至今 邻里关系何以紧密 何以重要呢 在古代 孟子就倡导 相田同景 出入相有 守望相助 急并相扶持 则百姓倾慕 由此可见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邻里之间 相有 相助 相扶持的重要性 在我国历朝历代的社会治理体系中 邻里是作为一个基本社会治理单元 而被国家重视的 周里记载 五家为零 五零为零 也就是每五家为一零 五个这样的零便形成了一里 这也是今天 邻里一词的来源 汉书规定 五家为零 五零为礼 五礼为族 五族为党 五党为周 五周为乡 邻里乡党的说法 由此而来 并成为户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理空间的毗邻关系 使邻里之间建立了紧密的生活协助与连接 争离 常共造 交卸 一同取 传机 招寻药 分灯 夜读书 这样的诗句描绘的 便是古人邻里间守望相助的和谐图景 唐代大事人白居易 还专门为邻居写过诗 他写道 居处东西街 年延老少童 能来为伴否 依上坐渔翁 这充分反映了邻里之间相识相伴的亲密关系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邻里逐渐成为被道德和法律所认可的 生活共同体 今天 法律将行政区划单位与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区别开来 通过设置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来确认和延续 邻里相助的道德传统与社会秩序 我们的住宅小区农村社区等 其实就是因为地理空间聚居而组成的居民村民 邻里共同体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街坊邻居 我国民法典第34条第4款还规定 应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 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 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 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 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可见对于像李奶奶这样面临照顾困境的弱势群体 由邻里共同体提供紧急帮助 不仅是人们自发的道德感使然 更是法律的要求 亲人善灵 国之宝也 对国家来说 牧林友好是长治久安的保障 对家庭与个人来讲 处理好邻里关系 是确保家和万事兴的重要条件 历代加风都强调邻里关系的重要性 邻里之间良好的互信与互动 不但能够提高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 还有助于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 然而人际交往难免会磕磕碰碰 邻里之间也时常会有纠纷甚至冲突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弘扬传统美德 正确处理邻里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西南政法大学张力教授正在为您讲述 邻里和睦守望相助 当然邻里关系也不总是其乐融融 也免不了磕磕碰碰 那又当如何正确处理邻里之间的生活纠纷呢 首先要尽量做到互量互助 我们经常说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维持好的邻里关系 要善于推己及人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今天人们往往更多关注 个人生活的自由和便利 而忽略对邻里感受与影响的关注 在缺乏理解和沟通的情况下 就更容易发生邻里纠纷 甚至是冲突 最近家住幸福小区的汤女士 就被邻居折磨得苦不堪言 原来家住汤女士楼上的王婆婆 将自己的住房改造成了茶楼 每天宾客静静出出 好不热闹 特别是到了周末 节假日 喝茶的 聊天的 打牌的声音交织 这让住在楼下的汤女士一家 受尽噪音烦扰 汤女士认为 王婆婆擅自将住宅改变为经营场所 既违法又缺德 多次与王婆婆交涉 但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但王婆婆也有自己的委屈 老伴过世早 儿子因为违法犯罪 正在监狱服刑 平常家里就他自己孤单一人 而且微薄的退休金 也难以维持吃药就医的巨大开支 开个茶馆 不仅可以补贴家用 还可以增进 邻里间的互动往来 感情联络 排遣孤独感 更何况 自己的房子自己做主 哪里轮得到别人来管 汤女士 王婆婆 两家为此争执不下 平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 竟然闹到剑拔弩张的境地 汤女士一家的生活安宁 被王婆婆开茶馆打破了 她的诉求 无疑是合法合理的 但王婆婆作为独居老人 她的需求也不应当忽视 那么如何正确处理 邻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呢 中国人向来强调 己所不欲 勿施一人 倡导处理人际关系时 应尊重他人 平等待人 礼记有约 灵有丧 冲不向 礼有病 不向歌 意思就是 灵具有丧事 冲米 就不要像平时一样 一边劳动 一边还唱着劳动耗子 街坊上有人出病 那么巷子里的人 就不要大声喧哗 快乐歌唱了 这体现了古人所崇尚的 相互尊重 相互体谅的 邻里之风 明朝礼部尚书 扬柱在京为官时 喜欢骑驴待步 平时不管是上朝议事 还是外出办事 他都是骑着自己 心爱的小毛驴 后来有一位邻居 晚年得子 婴儿听到杨柱家的驴叫声 就会受到惊吓 啼哭不止 当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 杨柱就把驴子卖掉了 徒步出行 这便是为后人称道的 杨柱卖驴的故事 这个故事反映了 邻里之间 吉他人所吉 想他人所想 体谅他人难处的美德 即便是贵为朝廷重臣 依然推己及人 宽戴伶礼 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 我国民法典 第288条规定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 应当按照 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同时 民法典第279条又规定 业主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 除遵守法律 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 应当今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一致同意 在这儿 有关司法解释 还明确了所谓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具体范围 它主要就是指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们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静灵 在前面讲到的案例中 汤女士与王婆婆之间 无疑互为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那么根据明法典的有关规定 即使是自己的房子 但如果以灵为贺 不考虑邻居们的生活安宁与切身感受 那也会受到法律的限制 或者说 如果得不到邻居们的同意 王婆婆的茶馆 就无法合法地开办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王婆婆想用自己的房子 为社区的老人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 相互陪伴照应的场所 也是老龄化社会中 需要被关注的现实需要 老人们相聚茶馆 彼此陪伴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年轻人 对老人的精神陪伴的压力 这也算善事一桩啊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幽无幼 以及人之幼 作为邻居的汤女士 在这件事情上 也应适当理解和宽容 在可以解决 噪音扰明问题的前提下 也大可不必轻易祭出 一票否决权的法律大棒 而王婆婆 若能事先和邻居们多沟通协商 获得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也完全可以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 实现自己的经营自由 总之 灵力生活中 哪能完全避免矛盾与纠纷 只要能遵循 有力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指引 就不难做到兵事前嫌 重归于好 好的邻里关系 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 互量互助和谐融洽 还体现在社区公共事务上的 团结合作 共同努力 但是现实生活中 很多社区公共事务 常常因为业主 不能达成共识 而久托不绝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 邻里间的公共事务 在大事大非问题面前 邻里之间应该如何放下分歧 通力协作 积极推动问题的 妥善解决 系列节目 民法典的家风家教官 西南政法大学张力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 邻里和睦 守望相助 好的邻里关系 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 互量互助和谐融洽 还体现在社区公共事务上的 团结合作 共同努力 俗话说 打不断的亲 骂不断的灵 即便是生活琐事上有摩擦 有矛盾 但是身处其中的人们 却很难摆脱地理空间上 和公共事务范围内 纯齿相依的紧密关联的事实 这两年 幸福小区的一批业主 就遇到了麻烦 由于小区相对老旧 房顶 渗水漏水 墙皮脱落发霉的问题 越发严重了 这也让顶层住户 不堪其苦 但是根据法律 楼顶属于小区建筑物的公共部分 其维修属于小区公共事务 虽然小区有专门的物业管理人 和业主委员会 但是要动用业主共有的维修基金 对小区的屋顶进行修缮 却困难重重 因为根据明法典 第281条和278条的规定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 维修资金的使用 应当经过半数业主参与表决 且人数过半的业主同意 顶楼的住户 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住户 则是抱以事不关急 高高挂起的态度 这造成小区的维修经费 摆在那里 却很难动用 楼顶漏水的问题 一拖再拖 迟迟不能解决 那么如何正确处理 邻里间的公共事务呢 我们先来看看古人的智慧 中国古代曾实行井田制 规定了邻里合作的生产生活制度 所谓方礼而井 井九百亩 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四百亩 同样公田 并要求居民要做到 公事必 然后赶制私事 先公而后私 这体现出古代社会 倡导灵力间 公共事务 优先于私人事务的秩序要求 又比如说 在基层治安方面 我国古代法律 还专门明确了 邻里互助的义务 那种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 还可能受到惩罚 唐慧耀记载 唐开元年间 宣州刺史 裴耀卿 在解决外乡人 本地安置的难题时 就要求 请任其亲戚相礼相救 使缓急相助 清灵不失 从而明确了 灵力之间 要分担 救贫 让财 这样的社会救济义务 唐律书役有位 诸灵力被强盗及杀人 告而不救助者 账一百 文而不救助者 简一等 历史不能付救者 速告随进官司 若不告者 亦已不救助论 即一家遭遇了强盗 或者生命危险 邻居有报官和救助的义务 如果见死不救 充耳不闻 则将被处罚 唐律书役 进一步阐释道 一礼 五家为零 五零为礼 既同一落 邻居 邻居 从而构建了邻居 共同管理社会治安的 理法上的制度基础 宋行统也有类似规定 可见 在我国古代 邻里对公共事务的 共同关注与分担 不仅是道德要求 也是法律义务 今天 公安机关等专门机构 承担起了维护社会治安的 基本职能 不再像古代那样 可以邻里之间 互保护助的法律责任 但在其他公共事务上的团结合作 仍然是邻里相处的 提中之意 对于幸福小区 部分顶层业主遇到的问题 那些并未直接遭受 房屋漏水苦楚的业主们 也不能置身事外 所谓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如果今天 你置他人的利于不顾 那么他日 也就不会有人 为你伸出援手了 这是为人处事 最基本的道理 从法律的角度看 楼顶既然属于 房屋的公共部分 其他业主 就应当秉持 修器与共 共建共享的功德操守 积极推动维修资金的 必要开支 共同解决问题 如若袖手旁观 质弱网闻 只能伤害 邻里互信 破坏邻里团结 使小区的公共事物 日渐废弛 最终损害 全体居民的利益 我国民法典 第286条还规定 业主应当遵守 法律 法规 以及管理规约 相关行为 应当符合 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 对于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其他管理人 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 应急处置措施 和其他管理措施 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这更是要求 小区的居民 在公共政策 重大情况 等大是大非问题面前 要放下分歧 通力协作 例如 小区居民 要积极响应 国家垃圾分类的号召 践行绿色低碳等等 只有全体居民 团结合作 才能保障家庭 和谐幸福 守护家园 美好平安 清代文人 石成经 在传家宝当中 总结邻里相处的经验 生来同礼 共相邻 不是交由 是所倾 礼上往来 公字后 勤官休憩 我先恩 莫应小份 伤和气 遂结成仇 起斗心 报复香腔 孩子累 使之和睦 事安身 这里讲的 正是 邻里同心的道理 建立良好的 邻里关系 最终还是要落实到 每一个家庭当中 德不孤 必有灵 理想的邻里关系 一定是建立在 家庭成员 良好道德 与修养的基础之上 处理好邻里关系 也是优良 家风的基本要求 是家庭文明 家庭美德的重要内涵 千里修书 只未强 让他三尺 又何妨 在大家耳熟能详的 清朝六尺像的故事中 清廷众臣 张英 就曾苦心教导家人 要与灵为善 互量互让 最终成就了一段 邻里美谈 其良好的行为示范 和家风引领 更是培养出了 一代名相张廷玉 成就了同城张氏家族 父子宰相的千古佳化 曾国藩在家书中 也教导子女 凡清足邻里来家 无不恭敬款待 有吉必周记之 有宋必排解之 有喜必庆贺之 有吉必问 有桑必调 这更是传颂至今的 邻里相处的范本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 邻里的含义 早已超越了 单纯毗邻的地理范畴 成为虽非清人 却类似清人的 共同体的代名词 守望相助的邻里智慧 与灵为善的社会美德 使一个个孤单的小家庭 连接为了 其乐融融 共遇风险的大家庭 也成为社会稳定繁荣 国家长治久安的 重要基石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他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 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 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他在孙中山去世五个月后 遇刺身亡 到底是谁策划了这场谋杀案 廖仲凯被谋杀案 上集下期播出